欢迎回来每周华尔街压卓单元大麻秀 大麻投资秀要给各位观众朋友 每周最及时最全面的大麻资本市场动态的消息 我是主持人Anil 在我旁边的是分析师Will老师 是Will老师本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大麻的股价表现如何 这一周大麻股价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从之前的这个90点的下方直接冲进 现在是有冲进100点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这涨幅已经是10% 是10%以上了可以说 而且这个也算是一种绝地反击 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向上回攻这样的趋势 因为在这个有市场分析师讲 所谓大麻这个板块会在1月份有一个1月行情 那么这个正好就是1月行情的一个体现 像MGNA这个股票的话 这个分析师已经是 之后我会把这个图给大家展示一下 放在这里的话 你能看到他4年以来的都会每年在1月份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1月行情的这样一个节奏 那么在2017年1月份呢 很有可能会继续走这样一个趋势 或者说在川普1月20号正式登台宣布他的政策之前 可能大麻股都能迎来一个比较好的行情 如果说川普上台之后 他在政策面上都有一个收紧的话 那么可能对这个板块会有一定的压力 那1月表现好是不是有一些消息面的带动呢 1月表现好通常可能是比如说在1月份过年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多一些 跟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关的关系的 所以说大麻的大麻网块在1月份普遍表现是相对较好的 是 所以大麻在近期呢 将会有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期待 那刚刚威尔老师提到的MJNA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播放给大家的MJNA CEO Dr. Stuart Titas专访的下集 那这集呢相当精彩 因为Dr. Titas他谈到他自己本来是医生 但他为什么会投身大麻领域呢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专访 西元2000年8月的医学报导 这篇右边这位是MJNA Medical Marijuana的CEO Dr. Stuart Titas 他正在帮Clemson大学足球队四分位 Brandon进行治疗 身为疼痛治疗的医生 Dr. Titas帮助运动员复原骨骼和肌肉伤害 这段经历让他从医生成为CBD大麻产品的创业家 这段经历让他从医生成为CBD大麻产品的创业家 当然他们有所感受的医生 他们有所感受的医生 和其他科学者的医生 但他们真的喜欢CBD大麻产品 因为它有了一种效果 它没有相关的效果 等等等等 我变得很感興奋在这种医生 我说有必要有所在这种医生 所以我开始认为这些医生 CBD大麻产品 我当时发生了 在这种医生的知识 和资料和资料 那些医生的医生 这种医生 亲眼所见,让Dr. Titus决定从医生投身到大麻CBD研究领域 在这过程中,他自己也曾发病,靠大麻CBD油控制下来 第二个目约剤市中,我曾经 和绿有病毒所被 队静了 似乎治疗体的病毒yd It was remarkable the difference with this product remember the first night on a 25 mg capsule CBD was so relaxing for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at I slept the full night through for the first time in nearly two years since 直到现在 Dr.Titas从不间断 每天补充CBD油 看他神采奕奕的样子 对大麻CBD研发和推广充满热情 让人相信 大麻在医疗价值上的无限可能 好的我们看完了Dr.Stuartitas他的专访 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什么 比自己自身经历过更有说服力 那他自己曾经因为神经失调 直到了服用CBD油 慢慢慢慢现在可以稳定控制下来病情 那这是不是跟大麻现在医疗领域 就是可以真的在医学上帮助人们 这样的一个突破很有关系呢 是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大麻谷这个龙头 GWPH包括我们这个MGNA 就是说销售的一些产品 都是针对这个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疾病 包括像之前讲的癫痫和一些失眠的症状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CBD油来进行控制和缓解的 那么之后呢 医学界尤其是很多这个医药公司呢 都想在这个成分上 它的进一步的作用上 尤其是药理学的作用上 有个明确的证明 或者说证据这样的话 这个药的销售会更加的好 更加的可靠 是 其实魏尔老师讲的很有说服力 而且在大麻这个板块当中 现在很多它的一些功效 是正在研究 正在慢慢慢慢一项项被证实 是的 所以等于是说 它还有一个很巨大的潜能 等待就是大家的研究去发现 是 需要量化和确认它的这样的功效 是 那一旦万一 未来的五年 十年被确认之后 那这个板块可以 未来将会是一个主流板块 可以说是前途不可限量 是的 是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麻秀 还有我们今天的美洲华尔街 那在这边要祝大家新年愉快 我们明年见